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的脑中不断地浮现那个人物 是李承如老师 如我在想想 我想不出比你更适合的人 敢招惹你 是我对我的剧本有把握 你跟我进去聊聊 我还想再看个其他的本子 编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剧中的一个人物 他的师父告诉他说 一个演员有三种死法 一个是他在台上演的 那个角色死了 一个是他本人在台上演着演着 就死了 第三种死法最惨 就是没有人要再看你 没有人再在乎你 没有人记得你 你就死了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是 王金工作室 蔡康勇导演作品 公演开始 这什么意思 就是临最后临最后 有人要按了几个 这个片子 我觉得是有点像学生作业 但画面也很漂亮 巴一个大头 有这个咱们台湾第一风格 也有他 还有日剧 有时候 还有朦胧感 又韩剧有点趣味 但是连接起来就有点洒 我冒陌一下就说到这儿了 真是具有语言天赋 看到三分钟的时候 就鼓动我按键 让我灭掉 看到六分钟的时候 鼓动他们三个按键 李老师 我呢就老着巴叫的 确实按键了 看我也不怕你不爱听 原来呢 我贡献过儒学三连 今天我准备送给你三浪 浪费了自己的初衷 浪费了几个好演员 浪费了我们大家的时间 好狠啊 谢谢 谢谢陈鲁老师的教授 不会讲故事 乏味 没有节奏 无论是表演 还是影视 节奏是灵魂 而且他又报的是喜剧 是吧 现场几乎没有笑声 不是靠演员的 张牙舞爪 观众就可以乐 任何影视也是靠剧情 向前推进的 所以成败 导演和演员和剧本 都脱不开的 不好笑 单纯从看完 我只能说是个烂片里的烂片 康颖哥这次的作品 真的让我有点 说实话有点失望 今天这个 我当时有点挺难以接受 知道跟着谁笑 或者应该跟着谁的表演节奏 去看这个片子 看着有点累 然后觉得不是喜剧 她的剧情 包括她的冲突 因为翻过来 扶过去 我们就是这一些 但是她制作完成的 影像还算是质量比较高 小演员蛮可爱 蔡导演 你蛮有勇气的 其实我看的时候也是非常 就是也在笑嘛 其实我觉得蔡导演 你是在哪里笑的 内心 内心笑的 笑死我 蔡导演老师是这样的 你好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没有抓到核心点 跑题 这是很严重的 我们要对这个舞台要真诚 因为我们都是一群 做电影的人 好狠 凯文导演就是太跟手了 太太好 喜剧的时候也需要狠一点 我觉得你们对蔡导演老师 真的太温柔了 他之所以能拍出这样的作品 就是因为你们的温柔 不跟他说实话 他听不到真正的意见和批评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作品 蔡导演老师 我只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您觉得他们的这些评论客观吗 他们这些评论对您 真的有帮助吗 他的问题在于 人物关系没处理好 我们不知道动机在哪里 不会讲故事 乏味 没有节奏 没有在现场得到认可 我觉得是 当然是我的问题 就像陈如老师所说 就浪费了这些好演员 那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拍不好就是拍不好 我觉得这个是 我能讲两句吗 当然 我是觉得喜剧实在并不只只有一种 我在1975年学的 分九种 分清喜剧 悲喜剧 疯狂喜剧 我都忘了 可是绝对不只一种 康勇这个是个清喜剧 所以不会有太多笑点的 就是会心一笑 实在文化差异那些全部都不是 现场看还是不错的 最大的问题是剪松了 剪两三分钟走 肯定看法不同 就是很简单 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看最后剪几板 这就是我的试词 对不起大家 谢谢王金老师 好 った